我帶大家去一個神秘的燈塔公園 它的證名叫做秘魯渣灣公園 但我改為燈塔公園 因為裡面有很多燈塔的展覽 例如渡紅燈、船樓、水深尺 很多都是來海市的用品 所以這些展覽我叫做燈塔公園 而這個秘魯渣灣公園 我們就由堅尼地城站B出口 向石山街路走到山市街路路直走到 過度斑馬線的位置 這裡就是秘魯渣灣公園的入口 我們在堅尼地城站B出口 出口後就向右邊走 跟石山街路路走 其實走大概五分鐘 就去到這個秘魯渣灣公園 為什麼要介紹這個秘魯渣灣公園呢 其實這個秘魯渣灣公園有一個特色 它就擺放了很多的燈塔 不同地方的燈塔 還有一些海市的展覽 其實有些船樓 有些鐘 還有一些射燈 都很多的 很特色的公園 我們不應該叫它比魯渣灣公園 我們給它一個特別的名稱 我們應該叫它燈塔公園 它又擺放了很多燈塔 大家去到就可以慢慢去印象 這個很特別的公園 現在出了地鐵站B出口之後 我們看到西環七台的壁畫 在我上一集的魯渣廟也有介紹 這次我就不詳細介紹 大家遠處這條石山街一路走 接著去到山市街一路走 走到這個紅綠燈 我們過了紅綠燈 就看到這個公園的入口 很簡單 去到這個秘魯渣灣公園之後 大家慢慢欣賞不同的燈塔 每個燈塔都可以介紹 它這個燈塔在哪裏來 在哪裏製造 在哪個年份出產 都有說 用在哪裏地方都會很詳細介紹 您能夠聰明 在哪裏裏製造 今天走著 大陸燈 我們可以在哪裏裏製造 在哪裏裏製造 純粹 在哪裏製造 都不會太過了 km 麥芳 山街和山市街的位置 右邊有一條樓梯和電梯 可以上去都沒有老賓廟 上一集介紹了 這次我們直走 一路向山市街走 看到前面的樹位置 這裏已經是比努渣灣公園 這條斑馬線就去到比努渣灣公園 一進到這裏有一個很特別的印象給大家 你看到一條黑白的柱洞 這裏就是涼度水深的柱 涼度水深的柱 每個入口都有一個燈塔 給你走彎介紹有什麼展覽在這個位置 放在哪個位置 A到I 每個位置就慢慢看看展覽 每個展覽都不同 這條水深柱 這裡 地下這些 這些好像被船拍攝 我們會用繩子綁著船 固定船的 這支導船燈 裝在南童海盒 用了25年 這支導船燈 裝在東博尿海盒 用了25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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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又服了展覽 用了25年英國製造 安裝在藍塘的海峽 很奇怪,大家慢慢欣賞這些牌 會有個會心的微笑出現,很奇怪 因為人家的大陸 也不得了 在藍塘的海峽 還要用了一條路 好,就要讓我去看 好,很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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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